大家好,我是关心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数百位的帝王 其中绝大部分的帝王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作为 既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 能被称为圣贤之君的少之右少 当然历史上的暴君其实也是少数 但是说到暴君 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臭名昭著的商咒王 因为商咒王可以算是历史上暴君榜上的第一名 而且数千年以来 他都是被当作反面教材不断宣扬 所以商咒王几乎就等同于暴君的代名词 我们对商咒王最为熟知的典故 可能就是笔干挖心和九池肉林 笔干是咒王的叔叔 因为对咒王荒淫无道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 便三番五次当面直言 劝诫咒王 咒王一开始还敷衍几句 后来越来越不耐反 最后终于有一次彻底被处弩 对笔干说 天天难反我 就你是个圣人 都说圣人有一颗蹊跷之心 你倒是挖出来给我看看 笔干听了之后 毫不犹豫剖开自己的胸膛 把心掏了出来 从此以后 笔干挖心也就成为了咒王的恶名之一 但是相比于笔干挖心 九池肉林才是咒王最大的恶名 史书上在形容这一场景时 说咒王 以酒为池 玄肉为灵 为长夜之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大家可能就马上可以想象出来 在树林里挖出一个个 类似于温泉泡澡的池子 里面通通装满了美酒 然后在周围的树枝上 挂买香气四溢的烤肉 咒王和妃子们 在这九池肉林间 光着身子追逐嬉恼 通宵打蛋 狂欢作乐 渴了就喝池子里面的美酒 饿了就在树枝上啃肉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场面简直是不忍直视 历史上 到底有没有九池肉林 这么一回事呢 其实是存在争议的 有很多观点认为 关于咒王的种种恶行 都是被刻意夸大的 论语中也说 咒之不善 不如事之甚也 是以君子物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因 这可能是对于咒王 恶民最早的辩解 意思就是 咒王虽坏 但还不至于坏到这种程度 当一个人身败名裂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罪名都会归咎到他的头上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 咒王注定是历史的反面教材 当然在这里 我们不是要替咒王辩解 咱们是要讨论 假设真的有九池肉鳞这么一回事 那咒王当时放的到底是 什么肉 什么酒呢 关于九池肉鳞的肉 有两种说法 史书上曾经这样描述 当时的场景 是男女裸 相逐其间 咒王带领数百男女 赤身追逐 嬉戏其间 看上去整个就是白花花的一片 所以有人认为 九池肉鳞的肉 指的就是肉体 不过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史记中描写是 玄肉为鳞 所以第二种说法 更偏向于 这个肉是指 用于食用的肉 商周王时期的肉类来源 主要是倚靠打猎和人工圈养 打猎主要获得的是 鹿肉 而人工饲养的动物 在商代至少已经有六处 也就是猪 狗 马羊 鸡 牛 这六种 所以咒王 玄肉为鳞的肉品种类 应该是比较多样化的 至于酒的种类就比较单一 基本上就属于自然发酵的果酒 当时还没有出现 采用粮食为原料的蒸馏酒 都是将各种果实 放在一起进行自然发酵 酒的产量不高 而且度数很低 如果要满足很多人饮用 自然也就需要挖一个很大的酒池 来进行发酵 所以酒池肉类的这个酒池 应该就是指这种容量比较大的 果酒发酵池 对于当时的王氏来说 拥有这种像游泳池一样大的发酵池 应该的确是事实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观星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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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